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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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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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将冠 多得各位将冠奉拼杀 方能攻下徐州 我和各位将冠奉拼杀 我和各位将冠同喝此杯 一罪放映 江湖将冠 乾 乾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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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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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走… 信先生 來…走… 走… 不要… 先生 今晚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喝一杯 江湖… 來… 我真的不喝了,你喝吧 別這樣 等一會 先生, 等一會 你為何嘆氣 沒事, 我真的沒事, 你喝吧 別哭了, 幹甚麼 你肯定有事 告訴我, 這個大喜日子 你發甚麼仇 沒事…真的沒事 不是…你肯定有事 如果你不告訴我 我就不讓你走 告訴我吧 好了…許祖國, 我告訴你 主公喜歡女人 大驚小怪, 誰不喜歡女人 我許署也喜歡女人 你喜歡的女人和主公 主公喜歡的女人根本就不一樣 主公喜歡的是已婚少婦 尤其是人家的妻子 還記得張秀這件事嗎 我當然記得了 主公那天喝醉了 把行將張秀的嬸嬸招來侍寢 張秀不堪其辱 竟然盛夜攻殺主公 要不是典偉護駕 走開… 主公早就死了 走開… 連將軍就為此而喪命 走開… 今晚主公要比過一晚更加危險 走開… 甚麼事, 你說吧 主公已經發話 他今晚要去白門樓 你知道白門樓住的是誰嗎 誰 雕仙 這個妖女為甚麼還沒死 非但沒死 還打扮得如花似玉 正是還沒接待主公 許廚, 你別忘記 董卓和呂布是因為雕仙而死 此女太過妖艷 走開… 亂人心智 她一旦潛上主公 那真是禍水橫流 肯定會央及三軍 我現在就去除去這個禍水 等一下 你不怕主公降罪嗎 我許廚跟隨主公施殺多年 九死一生 何居知有 浩將軍 頭要摧 戴 brauchen 一片新月 倒馬湯 都馬湯 一片新月 谁带促不尝 又自恨 羽绒出短 故人缠 好, 如此长袖羡慕 不知醉到多少英雄好见 这首歌不是为了将军 是为了我副军 莫非在你心中 我曹操比不上一个女报吗 是, 在我心中将军确不如拒 为什么 我夫君真诚, 将军努念 我夫君善良 将军奸险 我夫君重情 将军无疑 所以即使你杀了他 在我心中 你永远不如拒 将军 知不知道这把是什么刀 七星刀 那你知不知道刀的内力 这次你问对人 大约在八百多年前 大概是八百多年前 有一伙流星落在月地 烧红了五十多里山寸 又在当晚 肝将莫爷夫妇 又取走流星 铸成了两把宝剑 一把叫肝将 一把叫莫爷 也就是五黄剑和月黄剑 铸完这两把宝剑 剩下的鑫铁 只能够断造一把短刀 就是这把七星刀 百百多年 五黄剑和月黄剑 都已经是名满天下 但是只有这把七星刀 默默无闻 一直不为人所知 一直都 我躁躁 撿此刀 刺杀董卓的时候 只可惜董贼命不拒绝 怎么样 今天你想用这把刀 杀我吗 我要将这把刀 还给上天 如今我就是天 拿来 拿来 要报 有得报仕 他不是想杀我 他只是想自杀你这个匹夫 他死得好 是信玉叫你来的了 自己去监军领三十军棍 是 转了 勉勉 不行 不勉得 我去 我去 是, 聽著, 聽著 大家聽著 此亦我們一舉收取徐州六郡 威震天下, 實力大增 亦是我們自起兵以來 取得的最大的一場勝利 為此, 我足高興了半個時辰 但是半個時辰之後 我的心情又倍覺沉重 你們知道為甚麼嗎 因為企周元少討伐公孫贊的一戰 這戰還是打得很激烈 你幾個月以來 袁紹步步緊逼 公孫贊就選兵折仗 長此下去不用太久日子 歐洲就是袁紹 如此一來, 大看天下 袁紹一個人獨享了清幽兵器四個州 成為天下最大的諸侯 你們知道意味著甚麼嗎 意味著主公和袁紹之間 定有一場生死決戰 此戰決定天下誰屬 沒錯, 那你們知不知道此刻 我最盼望甚麼 主公盼望的是 如今袁紹和公孫贊 最好不分勝負 拖得越來越好 以便令袁紹兵力受損 為主公贏得光陰 為最後的決戰做充分準備 沒錯 聽令 後日班燒回許槍 整軍比戰 聚令 聚令 大哥, 為何發唆 曹操後日就要班師 我在想 我們應何去何從 如今徐州系的掌中之物 我們無處容身 曹操不是答應 讓你做徐州州門嗎 他還答應給雷暴 做三軍大元帥 曹操, 誤壞我們徐州 讓我們團手小倍 也行 大哥, 你為朝廷 立下這麼多汗馬功勞 又為曹操受了這麼多委屈 難道他連一座小城都捨不得嗎 他若能准我駐小倍 那我當然高興 我根本就不想跟他回去 如今, 離這個人越遠越好 亦德, 你以下如何 我?我才不會操心這麼多 大哥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三弟真是瀟灑 那當然, 天下這麼大 怎會沒有我們容身之處 你們煩什麼鬼 班師在職 其餘的大事我已經有所安排 但有個人應該如何處置呢 你, 戰前 你們三人一個叫我殺 一個叫我容 一個叫我先容後殺 如今班師在職 我們應該怎麼做好呢 雷暴已亡, 徐州已歸屬主公 劉備無處依靠 他唯有投奔主公 如今殺他, 已經沒有必要 相反, 用之更好 勿盡其利, 人盡其才 主公亦享受人間愛然之美青 你, 敢問主公 是否應運過劉備 令其做徐州州目 好像是有, 忘記了 請主公明言 有, 還是沒有 有 這樣, 主公不可食言 在下建議 設劉備為徐州州目 但只授其名分, 而不授其實權 令派可教將令駐守徐州 總攬, 君政, 民政 劉備呢 令其駐守小配即可 在下富二 在下亦富二 好吧, 就這樣決定 報 稟主公 有幾位侍身父老求見主公 何事 他們聽說主公要回許昌 大急, 代表徐州五十萬百姓 向主公敬獻萬民書 好 這樣真是想不到 我們剛到徐州都沒多少天 徐州的百姓就如此愛戴我們 民心可意 請他們進來 是 小文, 盧二祖等 拜見曹大將軍 拜見曹大將軍 請君 我等聽說大將軍 就要返回許昌 特待了徐州六郡的百姓 向大將軍 敬請萬民書 懇請大將軍 留下留公元德 給他重新擔任徐州周姆 何人 留公元德 即是劉備 為甚麼? 但大將軍, 劉備哀文 陶謙死後 劉備已擔任九個月的徐州週目 那九個月是徐州最太平的時光 劉備與各鄉鎮定立約法 霸戚貪官, 減輕富稅 還見了三座邊民橋 五百魚像河堤, 引水灌溉農田 令我們五谷風登, 人丁興旺 大將軍, 我徐州百姓 直到現在還有一口飯吃 乃是託福於劉備當初的德政 我等已多年未見 如此賢明的主公 狠請大將軍, 留下留備 狠請大將軍, 留下留備 狠請大將軍, 留下留備 擔任區區區一州的州目 不是太委屈他了嗎 這樣做你們認為好嗎 好, 我將你們這份萬文書 賞周朝廷 將各位的心意表周天子 讓天子親自戚風留備 老母 借大將軍, 借大將軍 絕不能讓劉備留守徐州 連小輩都不能讓他住 朱公, 你剛才同意 被劉備在徐州掛個虛陷 有名無實 你沒聽到剛才時身的說話嗎 劉備在徐州已經心得民心了 如果被他掛個虛陷 掛一掛, 它就會變成真的 而我們留在徐州的人 就會變成假的 朱公, 你我不得不妨 留備, 不能留下 我要將他帶回去場 曹公 皇上夏子, 他聽說你是皇室侯蕊 又在徐州剿策中立下大功 龍心大怨 神留備, 遙足吾皇萬安 賢帝, 想不想一睹天眼 在下朝思無常 那好, 上車吧, 跟我回去去 現在就走 現在就走 曹公不是明天才去班師嗎 那是三軍將士 你我要先走一步 而且呂途寂寞 我也想和賢帝做個盤 在下有幾位兄弟 你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明天曹人會陪著關章趙三位將軍 班師回敬 怎麼樣, 賢帝 不想見天子嗎 好, 在下宗明 好, 在下宗明 好, 在下宗明 這就對了 皇上有旨, 宣百官入朝 皇上有旨, 宣百官入朝 吳皇萬歲, 萬歲, 萬萬歲 大將關曹曹, 奉紫今傑 大將關曹曹, 奉紫今傑 招下宗明星, 在下宗明 神曹操, 擺見天前 愛卿平身 神奉紫進軍徐州 擒殺拆張呂布, 修復徐州 陸棍十九成, 呼敵十萬 斬首兩萬, 令王戰馬兵器無數 愛卿立此殊婚, 朕極為高興 神所做的一齊, 尚誠天威 夏威黎民, 忠卿韓神 神不敢居功 愛卿一舉攻陷壽春 大敗逆賊元迅 此次, 愛卿由人不捨駕, 馬不捨駕 為朝廷收取了徐州 愛卿已是明鎮四海, 攻垂天下 聽旨, 朕拜愛卿為朝廷誠相 總領朝政, 加陣封地九千頸 文, 三萬湖 臣曹操, 求謝天人 請曹誠相入座, 請 拜託請 拜託, 你看這個人 他叫劉備, 知元德 劉愛卿, 請上殿 劉愛卿, 請上殿 愛卿, 祖相何方 臣乃中山靜王之後 孝敬皇帝之元孫 祖劉雄之孫, 赴劉宏之子 你是朕的皇親 快拿皇族誓譜來 朕要驗漢 讀給朕聽 孝敬皇帝生子十四 第七子就是中山靜王劉勝 劉勝生六成侯劉貞 劉貞生配侯劉昂 劉昂生張侯劉陸 劉陸生兒侯劉暖 劉暖生楊侯劉英 劉英生楓令侯劉筆儀 劉筆儀生祭村侯劉慧 劉懷生東郡令劉雄 劉雄生劉弘 劉弘不時生劉備 稟陛下, 劉備 是孝敬皇帝的第十八代元孫 依族譜, 你是朕的皇叔 劉叔叔 劉下天恩浩蕩 劉備感激替令 年年兵禍, 令到國家蒙難 朕亦飽受亂賊欺凌 幸得曹丞相 忠君報過, 隨賊安民 千刀於許槍, 朕方略享偏安之福 今天得見劉皇叔 朕更是歡喜不盡 劉備聽旨 朕, 受你為左將軍 義勝庭後 臣, 叩謝天恩 愛卿閒下時 請多多進攻看望朕 朕想替你述祖 臣, 遵旨 恭喜劉皇叔 恭喜劉皇叔, 拜將封侯 恭喜劉皇叔 丞相雖然慰激人神 但是仍仍然是神 而他劉備 轉眼間就成為皇叔 可笑之志 那他如何 我如果願意做他王爺爺都行 但是我不貪虛名 不過陛下光劍劉備 就為他敗仗封侯 很明顯 陛下是想培植勢力 用於外援 程相不得不防 這一節我也想到 當然要防 不過凡事皆有利弊 劉備如今既然歸為皇叔 以後我再用皇上聖族 制約他 他就更加要遵從 有道理 劉皇叔受封後 又沒有得以忘形 正好相反 他受封之後 反而更加謙卑 他將自己混在客宅中 做人是大門不出 即使是出門拜客 來很遠就打工做音 與你薄兵 聰明人 承相 在下有一言 壓抑了很久 儘管說 承相無論在朝在野 都已經是功德浩蕩 恩威齊天 因此承相 不應該單單屈尊於承相之為 程玉 你是勸進嗎 正是 謝謝 我如今雖然功名日成 但是滋目尚淺 兵馬屬地 亦不及袁紹那麼多 而且 如今朝廷內外 忠於天子一心扶喊的大臣 也不少 遠的不說 信玉 他頭一個就不會答應 所以我還是不要野貨消失 那承相 你應該早作謀劃 查清誰是低檔 誰忠誠於承相 言之又來 這樣 過兩天我要去 許田行列 凡你入宮奏報天子 就說我請他一起去 還有朝廷內外的文武大臣 都去 聚明 早上如此輝煌 但是傳到朕這代 就是奸臣當道 各家倫賞 食在同在 陛下 剛剛召見南備 為何就為他敗仗風後 曹操 曹操獨善朝政 各事都不由浸族主 劉備既是個英雄 又是王族後裔 太難得了 將來此人可用作後援 神明白了 但是劉備兵馬不多 又沒有什麼屬地 是 這層 朕將來會慢慢封賞他 等陛下 參軍情慾求見 好,叫他進來 是 神情慾,拜見陛下 平身 謝陛下 愛兄,有何事 稟陛下 後日,承相請陛下 許田行廉 愛兄,家英牽狗之事 恐怕不是天子正道 再者,朕的身體也不勝 朕… 陛下,自古以來 聖軍都好打獵 春薄下眾,秋秋東藏 四時授獵,揚威於天下 曹誠相不但請陛下出獵 還命朝廷大臣,三軍將士除駕 他們都盼望跟隨陛下行獵 至於陛下所說的龍體欠安 神,願請陛下三師 聽完愛兄所言之後 朕的身體舒服很多 轉告丞相,朕…去吧 零極 零極 神體陛下,施死一節 神體陛下施死一節 神體陛下施死一節 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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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相神社真是了不起 這番恐怕不是劉皇叔的真心說話 你是見過呂布的圓滿射擊 他才堪稱神社医治 呂布雖然善蛇,但是被承相處死 承相戰術雖不如呂布 但是能夠一戰定江三 如此看來,呂布射技再高 都是逐射 而承相雖只是射回一隻鹿 反而堪當神射 這句的確是神話 仲庭,神奉還陛下的寶雕功 愛兄留下用 借閉下此功 萬歲… 萬歲… 旅程 在 送給你 乘上,這把弓軟綿綿 沒什麼用,要來做什麼 那就丟掉它吧 靖庸 別搖… 剛才的事你也看到了吧 仲將士向我高呼萬歲的時候 有多少人不高興 郭靠董城,這裡滿眠通雄 關羽以身手拔劍 不少大臣是敢勞不敢 還有信用 他都長語短歎 是呀 我對他這麼信任,這麼敬重 但是他就深向天指 是呀 由此可見,朝廷上下忠於陛下的人 不在少數 更何況如今諸侯割據,僑雄爭霸 是呀,請弟的事就別再看了 是 大哥,舉田為獵 曹操實在太可恨 竟敢押皇帝之威 搶奪天子之禮 曹操帝皇之志,占位之心 早就有目共睹 我本來想殺了曹操,衛國除害 但是大哥,你為何不讓我動手 當時曹操身邊甲氏臨臨 猛張如雲 如果你動手 我擔心不但傷不了他 反而會害了天子 如今不殺曹操 日後被誓謊 就是呀,殺也不能殺 忍就忍不住 好,那我們還屈在這裡幹什麼? 大哥,我們不如離開許槍 去外面,豈不是還廢話 如今許槍各處都把守極厭 我們即使想走,亦要尋找機會 我們如今機印離下 萬事都要忍耐 大哥,你整天忍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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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金星 主公,公內來了個內臣,說是傳天子口語 神留備聽子 稟留皇叔,聖上口語 陛下在許田行列時,身染寒怒,屈藏不起 照各位皇親國戚,入宮請按 請奏佈陛下,神立刻前往 大夢,大夢放絕,山川依舊 古戰場上幾度春秋 真的要道失望 落寸 否則與更甚短一流 寫藏諭風 天下英雄 谁是你的手 烈火飞舟 你必须回头 将冬子的夜风流 不是空也不是游 一灵魂到永久 不是君也不是游 往来在人间 与天地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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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个冬季 中南又为你安排了很多精彩的旅程 北海道希尔顿滑雪道嘉诚 河冰游览船和冬日祭典 已经等到你